法庫山深潔大学 于三十一号上午九点 为七位发愿奉献修行 弘法立士的学生 在法庫山园区大殿 举行2016年剃度大典 圆满出家怨心 宴旭三宝灯明 共有四百多位民众 前往恭喜祝福 在新界法师们 于慈亲出家 接受孰家亲友祝福后 随即由方丈和尚 女教授阿舍黎 直替阿舍黎等身团 借掌法师 共同为之达成圆顶 受戒的心愿 第一刀 替主一切恶行 第二刀 修持一切恶行 第三刀 廣顾一切众席 廣顾一切众席 顶席 顶席 无铁 无丧席 顶席 囡席 与阿舍黎等身团 阿爹 阿恩 我们这样的一份指示 都是被解读者 我们持续有两种 一个是心的指示 修行的指示 被解读者 我们身旁复役 复役我们的持续工作 那就是要培养 活得的事 那我们要亲近基地 把他做好 我们身族刚刚 放到头上就开始了 我们需要之后 也要 哪一些理解 哪一人的论 人生用逃避如梦如释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放下世处前世的命 提取同法历生艳与 法股生大 大阳神教理 此几初将不忘恩义 流入万时菩萨道地 圆满无惠佛法大义 佛法大义就是跟 大家刚刚分享 诸而获重 众善同行 致敬其力是诸佛家 弘扬这个佛法的时候 能用一个很 慈悲心 还有一个很用心的 去学习一些东西 然后能善尽他所学的东西 去做一些回馈 回馈给社会的一些 有需要的人 再来就希望祝福他 在这一条路上走得更能顺先 他好像也变得很多 所以我回去就跟自己讲 其实华谷山不错 他把我女儿教得真的很棒 所以后来我就放下 心境比较平淡一点 所以总归结果我还是很感恩 因为我感觉我女儿来华谷山之后 我自己也变得很好 所以我感恩华谷山照救我 我女儿也照救我 感恩 也感恩我哥哥他们 他们也都照顾我们 感恩 谢谢 穿搭身袍前 眼线法师恰好由熟家妹妹 江敏宁为她捧盘 为典礼增添一段佳话 全场倍感温馨 江敏宁分享 从前姐姐也曾当过捧盘义工 姐姐说 当时她见证了一个人的重生 所以今年能够报名捧盘 也是她为眼线法师 献上最好的祝福 就是可能在我以前的时候 我并没有想到 你会做这样的订阅 但我现在还是要祝福你 我们只祝福你健康快乐平安 华谷山这个理念那么好 提升人的品质 要建设人间净土 希望在这边能够花扬光大这样 很高兴今天来参加剃度典礼 就是尊重原型菩萨她自己选择这条路 然后我们就是也是跟亲友团结 也是大家一起来祝福她支持她 那希望她就是少烦烧闹 能够扶惠双修 大家都对这身衣服会有很多期许 那怎么样对于这身衣服的相对付出 应该要有的本分 我觉得这个是我现在目前 要学习要努力的部分这样子 所以会希望在我出家的生活里面 以佛陀的精神 以创办人圣经师父的 就是悲愿为目标 然后把自己的身心奉献给大家 因为我们也是师父的愿 所以我们才会在这里 那现在就是我们回来了 那怎么样把师父的愿再推广出去 让更多更多的人都可以 因为佛法的受益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责任 所以这也是我给自己的期许 那方丈和尚有说我们是重生 对自己的期许也是希望能够 就是将此生兴奉成长 事则名为报佛恩 将这些福报啊 或者是大家的众姻缘的乘坐 全部回上给众生 那在这条路上 永不退着 宪野心借 瓦头 情绕三名三名 情修剑定位山岁 聪明开生三五 聪明国庄 祝福物物大师全成点办 奥義國華